对着MRC的第一局下半场 这把的话怎么说呢 穷者因为队友是被完成了一个三跑 所以说朱雀这边穷者打了一套 拿了一套相对来讲就是追求上限 但是很脆的这么一套阵容 这套阵容 第一我觉得遛不起来 第二呢 真的遛起来了 他也就差不多上限是1分20秒的一个前置 不能再久了 不能再久了 因此这局如果说中间过程当中稍微倒快一点 其实奔着奔着多抓去的 奔着多抓去的 就这个阵容的上限其实蛮高的 风险也蛮高的 那么一旦没有遛起来的话就 我自己感觉是 其实我看到这套阵容是有点担心的 我觉得朱雀稍微打了有点拼了 但是你转念一想呢 你打一套求稳的阵容也有可能被死抓 反正都要被死抓的情况下 不如我摊一下拼一枪 这里要降的先知被找到 先知的话飞轮双弹 有加速 这边一刀蓄力刀 没有骗出这只鸟 再跟过来鸟 没给上 这只鸟如果能给上的话 其实很香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这只鸟不给 待会儿虽然说你有飞轮有鸟 但我有闪现我的一个主动权会更多 我可以选择骗你 我可以选择赌 但是你不敢赌吧 你不能赌 我不交这个闪吧 你该交闪的时候交闪 那我把你骗完了以后完成击倒 其实对于那个女鬼来讲 对于歌剧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是保平真胜的 现在闪现CD好了 来 我骗一下吗 对吧 这个时候比如说女鬼这边 我绕过来骗你一下 你是不是该交的都得交 鸟啊飞轮啊都得交对没办法的 你只能交 对你不交 被打倒了 那么时间都拖不出来 这边闪现过来 多打一刀圆钉 许安乐啊 这波有点贪啊 这刀是故意贪一刀圆钉 还是说没对准呢 打错了 这一刀其实他打在圆钉上面 我觉得节奏是亏的 这样的话先知 先知吸鸟快吸出来了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这边先知鸟差的不多了 再回速过来 有了 有了这只鸟 有了 药匠 已经吸出了一只鸟 三台半 今天是什么情况 今天是求生者的 都过年了吗 顶鸟 然后进小房 小房这边还能玩 先知的话 这边翻完窗以后 第一时间应该回头 多吸一会儿 能吸多少 吸多少 吸了大概五分之一 外面新鱼有枪 并坏 园钉有薄命 这把的话 求生者的天赋是不带 大心脏的 所以说呢 学安乐这边 如果说能够针对 这个先知打 但这个先知是有可能 后续在枪的支援下 园钉还把椅子给拆了 就在队友的支援下 是再吸出一只鸟 那这样的话 开门战即便没有大心脏 我可以顶鸟吃刀 以后密码机点料 这也要过年吗 这我是没想到的 因为上来我给大家讲的 我觉得这套这种 是横走钢丝的 它风险非常的高 就针对先知 我本来觉得这局 穷者应该是没得打的 但是刚才 我得去看回放 就那波先知这边 园钉那一刀 到底是怎么吃的 我是觉得是悬了 就贪了一刀园钉 刚刚我看到 观众弹幕说是扛刀 那个位置扛刀 我都没看到先知 怎么扛的刀 先知这边拉死角 机子压好了 但是先知因为没有大心脏 幸运有枪 吃一刀 然后交枪 密码机直接亮 这边再加电筒 双晕 还要空一手时间 先知这边还吸出一只鸟 配合的非常完美 这个先知有双弹有鸟 这边鸟顶上 翻走 还有飞轮 还有飞轮 这边的话 翻一刀打在鸟上面 前面还有个地窖 这边选择直接传送 四人开门战 今天这张地图 就确实我们在比赛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医院这张地图 打女鬼是经常能出现平局 或者开门战的 但是四人开门战也不多见 这把的话 我觉得通缉到先知 女鬼这边回是肯定回不去了 那边的小门肯定开 先知要走 外面的话 能不能再留一个人 因为园丁手里还有个搏命 这把的话 园丁现在好像蓄个盾 往前顶的话 这边等你盾结束 那边的话 幸运有没有去捞这边的病患 捞下来病患又怎么说 回书过来回头 回头的话那边人能救下来的 人能救下来 这波玄乐有点乱了 这边显得有点两头难顾 幸运儿 因为这个时候穷者要注意 什么呢 就是挽留时间还剩三十多秒 挽留时间还剩三十多秒 而园丁手里面还有一个搏命 等到挽留结束 那就是翻身浓奴把歌唱了 幸运儿这手的话 捞下来以后 通缉到的是病患 但病患这边距离有点远 那园丁满血过来先救人再说 园丁满血先过来救人再说 雪岸的这边有个传送 起盾 一刀打在了盾上面 救完以后 一刀打幸运儿 再留 他这边 再传 这里 能拦住吗 博命时间差不多了 园丁 幸运儿都倒 但是园丁没有能走 幸运儿那边能走 病患现在在点门 这个门应该是开了 已经50了 差一点点啊 这个局差一点点 这把要打出一个4跑 真的没想到一个先知能6这么久 我得看看回放 当时那刀是扛刀吗